你怎么来了 想你啊 我有事情想告诉你 我又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今天被正式任命为组长了 恭喜你 而且我删任第一天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江星停职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我收到上级的指令 要调到省消防救援总队 学习一年 什么时候走呀 下周 这么急 本来你住院的时候想告诉你 但又怕影响你的心情 而且那个调令还没下来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要走了才告诉我 不是现在才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都不想瞒你的 但是 你出院了之后 就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忙 我找不到机会 我又怕你生气 晚了 已经生气了 听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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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着我 说什么事 知道吗 这有什么事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怎么办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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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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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快来 记者还在这 他是冻晕了 赶紧拿120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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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 他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